好的,我们来看第三章的一个复习 这个其实是我简明额要的在这个假期恢复之后 或者假期回来之后,我简明额要的稍微来提一提第三章或者第三个topic 你都应该掌握些什么 我们先根据教材给出的要求 这是我们的学习目标,本章的学习目标 然后呢,你可以对照着它,对照它 来看一看,你应该掌握些什么 和你能不能够比较有感觉的说出其中的内容 比如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化学键 或者说是这些键的一个本质问题 化学键的本质问题 那么化学键本质是什么 其实一句话可以说完 这个是来自于爱德斯的那个教程 就是什么是化学键 所有的化学键都是一种所谓的 Force,叫什么Force Electro-static force 每一种化学键它都是一个所谓的静电力 所谓静电力 也就是有两种电荷相反的 或者电信相反的电荷相互锡 比如说我们来谈一谈这里面 我能想到的这六种键 比如离子键 离子键的话我们举一个离子化合物 最常见的就是硫化钠 它为什么氯跟钠 它两种离子会稳定的结合在一起 就在于它们之间有相互的作用力 不过它是离子形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离子键 而如果是供价键呢 比如说我们的氢和氧之间 那么谁吸引着谁 对吧 谁吸引着谁 小心啊 不是氢和氧 好像这个是带负电电 带正电 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它的本质是在于 它们彼此之间是有一对电子的 对不对 这一对电子是带了负电 而它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原子核 那是带正电 原子核带正电 所以这个带负电的电子 能够把两边的原子核拉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可以结合的原因 不能直接说这个氧是带负电的 然后这个是带正电的 那是离子形 这么去说 当然由于它们的电负性不一样 我们会谈到 电系负性不一样 这一对电子确实会离氧更近一些 使得氧带一定单位的负电核 我们再来看所谓的dative dative是某一方提供一对 某一方提供一对 比如说 一对什么 一对固兑电子 对于水来说 水的话氧上面还有两对固兑电子 而且有两对固兑电子 那么两对固兑电子的话 那么它还可以再结合一个氢 但是这个氢的必须是一个氢的离子 也就是一个质子 这样的话 这一对都来自于谁 都来自于氧 都来自于氧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向 一个箭头来表示 它都来自于氧 然后这个样子 这样子 最终我形成了一个离子 一个离子 叫做水和氢离子 所谓的 所谓的配位键是怎么回事 下一个 下一个 对于金属来说 金属的话你应该知道 如何描述它 我们有金属的离子 在金格里面 金属离子 然后金属离子之间 有所谓 离域的电子 delocalized electrons delocalized electrons 那么这些electrons 能够将它上下左右的东西 都拉在一起 这个也是 可以把它上下左右 都拉在一块 再往下走 polar和nonpolar的问题 对于bond来说 很简单 你看一看这个bond 它左右两边 是一样的东西 还是不一样的东西 还有就是 这个polar和nonpolar 只针对谁 只针对covalent 只针对covalent 不会是这个 也不会是这个 一般来说 dative我们也不去考虑 也不去考虑 就是考虑它 比如说我们的 氢和氢之间 氢和氢之间 这里有一个单件 那么两边对中间 这一个的吸引力 大小是相同的 所以它就会 停留在中部 当然如果我们 讲的更多一些的话 它也还是会 到处乱跑的 但是总体来说 我们可以视为它 就主要是停留在中 现在在中部的情况下 那么左边也不带电 右边也不带电 它整体来说 就是一个 均匀分配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它叫做 nonpolar nonpolar 而如果我把它 换成一个这个 和比如 氢来说的话 那么这一对东西 它就不会 停留在正中间 而是因为 氢的电负性比较大 会偏向这一边 偏向这一边 你说我怎么知道 氢的大还是它的大 我们可以用 初中学过的 这个化合价 来帮你懂 比如你知道 它是负一价 这个是正一价 负一价说明 它带有一定单位的 负电荷 而这个带有一定单位 正电荷 它怎么样带负电荷 说明这对电子 偏向于它 它有点像是 得到了一些电子 好 这是变成了 polar的情况 至于分子的polar 还是nonpolar 我们以后再说 从往下看 除了六个 比较强的bund以外 还有 就是三种 所谓分子间作用力 总体来说 分子间作用力 是比较弱的 但是如果我们 也要给它 分一个大小的话 那么你知道 这个是最大的 然后这个是 出现地方最多的 理论上来说 只要是一个 简单分子 那么它就应该有 所谓的 dispersion 分散力 dispersion force 那来说一说 这里面最难理解的 其实也就是它 也就是它 比如说我有一个 氢分子 我直接简化一下 本来是两个氢原子 我把它简化成 一个这样的球 那如果说 某一时刻 这个电子 两个电子都移动 到了这一端 两个电子 都移动到这一端的话 这是有可能的 不要把它进行想成 就只能在两个原子 中间这里 它其实可以到处跑的 然后如果都移动到这里来 那么就使得 这边的半球 显然就带了一定的负电 而这边的半球 就好像是失去了它一样 这本半球 就带了一定的正电 然后当它 接近另外一个氢分子的时候 接近另外一个氢分子的时候 这边是带正电的 就会使得这东西 让它的电子 也往这边偏 使得这一个 就是这个 也是带有这边负电 这边正电 然后可以继续传染下去 是吧 继续感染下一个 又是负又是正的 这样一路传下去 而且它们之间 就会有一点的吸引 就会有一点的吸引 那么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dispersion force 它也被称为 induced dipole dipole induced dipole 就不显得那么全了 所谓的诱导偶基利 诱导偶基利 那这是最难理解的一个 permanent dipole dipole 那么就是它自己本身 是一个有permanent dipole的 所谓永久偶基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永远都是它带有 一定单位的正电 和这个带有一定单位的负电 这个不可能反过来 这个不可能反过来 那么它就是一个永久偶基 永久偶基 那么它跟另外一个它之间 就会存在一定的吸引力了 再来hydrogen bonding 这是最特殊的一个 最特殊的一个 这是最难理解的一个 但是是最常见的 这是最特殊的一个 要求最高 比如说它要求什么 它要求 这个 这个 这三个家伙呢 有固兑电子 有固兑电子 其实后面两者比较容易达到啊 但是这个的话呢 你还得看情况 因为它只有一对固兑电子 而下面这两个其实都是 这个有两对 这个是有三对固兑电子 然后呢 这是第一个要求 我们要有这样的原子 然后上面也得有固兑电子 第二个要求 我们要有这样的键 或者这样的键 既然有轻键嘛 肯定有轻的参与 还有这样的键 得两个条件都满足才可以 比如说我们来试试 我给你一个 这个 那么它跟它自己之间 是否有轻键呢 这是没有的 因为它没有N 没有F 没有O 这是没有的 但是它们之间有什么 有什么 我说的只要是个小分子 它就有什么 就有这个 所以它之间是肯定有这个的 Dispersion是没问题的 而另外一点就是 它有没有这个呢 它有没有永久Og呢 我们一会会谈到 这东西 它是一个非极性的分子 所以非极性分子 是没有Og的 是没有永久Og的 所以它没有这个 它只有它 我们再来举一个 我们再来举一个 那 我给你一个 这个 和一个什么呢 和一个这个它有吗 这两者之间 它有吗 这个也没有 有人说 这不是有N吗 不是有NH吗 是的 是有N也有NH 而且N上面还有一个 估计电子 但是它只能跟谁 它只能跟它自己 比如我再来一个这个 没错 没错 一方是有N 有估计电子 另外一方是有N氢 有氮氢键 那这 它们两者之间是可以的 但是这两者之间就不行 这个玩意 它虽然有一个氢 但是它不是氮氢 或者氧氢 或者是浮氢 必须得是两边各有 满足一个条件才行 那么水跟水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水和水它有吗 它有 对于一方来说 第一方来说 它有氧 氧的话 有两个估计电子 或者两对估计电子 然后另外一方 是有氧氢的 所以它们是有的 再考你一个吧 你觉得这个有吗 所谈的碳 氧 氢 跟另外一个它自己 这是我们的一个 加以以权 以权 它跟另外一个它之间有吗 你可以自己试试 你判断得出来吗 好 第一个问题就说到这么多 第二个问题 刚才其实有差不多谈过到了 这里就只是一带而过 我们说这个 化一键的本质是什么 你能够填就空了吗 接下来 接下来 你能说得清楚 这个地方 它是氧子键是 怎么样一个实质吗 是什么跟什么的吸引 是吧 金属键是什么 然后 共加键是什么 三种 分子兼作用理 你知道谁最强 谁最常见吗 好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 下一个话题 关于分子的形状问题 分子形状问题 比如第一个 第一个水 水的形状 是吧 仰在中间 虽然有时候 我们也确实这么去写 这个主要是因为 节约版面的原因 或者是边际上 比较容易的原因 但实质上 实质上 并非如此 实质上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稍微说一说 为什么 为什么它不能是一条直线 为什么不能是一条直线 来自于我们所谓的VASPER 所谓的 价层电子 这个 互斥的一个 理论 价层电子 对互斥理论 那 价层电子队 简单的说就是电子队会相互排斥 比如说这地方有一对电子 这里也有一对电子 这两对电子之间会存在一个排斥力 那除此以外 不光是成件的电子队之间有排斥力 未成件的所谓估对电子也有 我刚才说了 仰的话还有两对孤对电子 这个之间也有排斥力 也有排斥力 我用这个方式给你稍微标准 那么就是由一二三四四对电子的相互排斥 而四对电子相互排斥的最好结果是什么 它们既然是相互排斥的话 就是希望把对方推得越远也好 如果你是把它们排在一个平面上 那么它们间夹角就是90度 四个方向四个东西互相排斥 夹角90度 但这不是最好的 这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是什么 最好的是放在空间里面 如果是个三维的东西 它们能够分得更远 分得更开 夹角更大 比如说放在这 那我如果把一个羊是这个样子放 然后一个轻在这 然后另外一个轻在这的话 那么这样它的夹角是多大呢 这样夹角是多大的 这样夹角其实是107.5 哎不是109.5 109.5度 是109.5度 这几个角度你要非常的熟悉 这几个角度要非常熟悉 但是呢 有个问题是 有个问题是 这地方它是一个估对电子 这地方也是一个估对电子 估对电子的相互排斥力 其实要比起成键的电子 相互排斥较大 所以这两个估对电子 会使得这个键跟这个键 向中间靠拢 所以它不会是一个标准的 109.5 当每出现一个估对电子的时候 就会减少一个2.5 2.5 当你有两个估对电子的时候 减掉两个2.5 所以最终 你得到其实是一个104.5 104.5 好 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形状 是吧 叫做什么形状 不能够说它是一个三角锥形 这个可是一个所谓的V shape 或者叫做bent 你可以把它叫做V形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弯曲 bent 都行 第二个 关于二氧化碳的问题 碳在中间 氧在两边 然后呢 它是一个直线形的 直线形的话叫做linear 不要说linear 直线形 为什么是直线形 还是根据刚才的 富士的这个理论 那这边我们有两对 两对共用的电子 这边也是两对共用电子 虽然好像是四对电子 但是实际上 它们只出现在两个区域里面 一个区域 两个区域 这样的话 出现在同一个区域里面 你可以把它视作就是一对 视作就是一对 所以它只有两个东西 的护士 两个东西的护士 怎么样能够让它们分的最开 就是一个平角 就是一个平角 180度是分的最开的 好 这是关于它 下面下面一个 是吧 甲丸 下面一个 甲丸 甲丸的话 怎么样能够使得它 是吧 分的更开 它一共是四个焰 一 二 三 四 还有这句话 出于边际的方便 我们经常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好像就给你一个感觉 就是90度 但不是 它还是跟水一样 如果四个东西相互排斥 最好的方式 还是把它放在一个三角 追上来看 或者更好的说法 应该是个正四面器 而且它是个标准的正四面器 因为它非常的对称 碳在中间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上面是氢 下面是氢 这里是氢 这里还是一个氢 那么这一次 不存在说 有孤兑电子 然后孤兑电子的排斥力 更大的问题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那么它就是一个 非常标准的正四面器 正四面器的话 那么就是109.5度 正四面器怎么说 是吧 H H是希腊语的这个4 然后再加一个Hedra 这是希腊语的脸 四个面 正四面器 下一个 下一个 那么 对于它来说 氢 氢 然后再来一个氢 然后别玩 别急 后面还有一个 孤兑电子在上 所以它仍然是四对东西 是吧 一二三 加上这个孤兑电子 一共是四对电子对的相互排斥 所以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 只不过这个是一个 孤兑电子 孤兑电子 我们说了 它排斥力更大一些 会指的这三个键 某中间靠 而这我们说 一个就是减少多少 一个就减少 2.5 所以你减掉之后 你发现它是107度 107度 那么这个叫什么形状 是吧 下面这个电子 你是看不见的 你只能看到这些原子的话 你看到的会是一个所谓 Trigonal 三角锥 Trigonal Pyramidal Pyramidal 三角锥形的形状 然后再来看下一个 这回有五个键 这回有五个键 二三四五 好像应该这么去排 还是这句话 这不是最好的 这不是最好的 这不是一个把 这个360度除以五 这不是最好的 怎么样才是最好的呢 还是一个空间的情况 然后呢 这是上面半个锥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锥 跟它接起来 好 应该这个样子 谁在中间 P在中间 然后这里有绿 这里有绿 这里有绿 这上面也是绿 这下面也是绿 然后我们来看看 这回的加角是多少 比如说在这个平面里面的话 这个加角是多少 这是个非常对称的图形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正三角形 正常有点不太好画 然后呢 中间有一个P 有个0 然后它跟这个东西 在一个加角 这个加角 认为 因为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非常对称的图形 所以它其实是把这个周角 是平均分成了三份 平均分成了三份 平均分成三份的话 那就是120度了 这里是120度 然后上下呢 这个东西 跟它之间 还有一个加角是90度 这里还有一个90度的加角 所以其实它有两种键角 好 再来看最后一个 这回有六个键 六个键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键 但是也不可能 只有说把我把一个360度除以六 就是了 这不是最好的 每一个60度不是最好的 那什么是最好 放到 空间里面来 最好的办法 是这个样子 上面也是一个这样的锥 然后呢 再来看下面也是一个这样的锥 下面也是这样的锥 画得不好 但不管怎么样 你知道意思就好 这样是最好的 那这种形状也叫什么 叫什么 你如果把它说是一个双锥呢 我觉得也应该可以接受 不过更好的说法 就叫它八面体 既然刚才说了 四面体是一个ketra 那么八面体 octa octa 然后脸还是一样 一种 octa 一种 而如果对于它来说 这个来说 它是一个三锥 三锥 而且是个双锥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trignal pyromidum trignal pyromidum 所谓三角双锥的情况 三角双锥的情况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 它的一个 剑角是多少 比如说这里方其实是一个正方形 这里是个正方形 正方形的话 那么 这个是多大 这个吧 这就是个90度 然后呢 上面跟下面这个面也是垂直的 这样下来的话 跟它也是垂直 所以这里又是一个90度 这肯定比你刚才的 把它平分六份 平面上 周角平分六份 要角度更大一些 这个更有利于它的相互排斥 会更稳定一些 好了 这是关于它们的形状 要非常的熟悉 下面话题 关于 剑的一个 极性和非极性的问题 极性非极性 其实这个东西得说 稍微多啰嗦一句 就是所谓的 垫覆性 垫覆性的话 比如说 氢跟氧 谁的垫覆性强 什么是垫覆性 垫覆性是吸引 电子队的一个能力 谁的垫覆性强 我们说了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 中学时候学过的 化合价来帮助一下 我们判断 这个是负二价 这个是正一价 那么负二价正一价 说明它大雨冰 它往的负电荷 就说明它的 跟它在一块的话 它会往这边吸一点 它会好像得到电子一样 当然如果它是 往这边吸一点的话 可能更像是一个正一价 我再画一遍 那么 这个会往这边走 它好像是得了一个 电子水的往这边去 本来它自己有一个 然后共用一个 别人再拿出来一个共用 然后往这边去 它好像自己得了一个 好像得是一个负一价 负一价 但是呢 没完 再来一个水 再来一个 这个也同样往这边去 所以你再来个负一 所以两者加在一块 就变成负二去了 简单说就可以这么理解到 然后再来看看这个 这是 这个急性件 还是非急性件 羊 羊 好 又来 羊和碳 你应该知道 这个是正四 它为什么是正四 它为什么是正四 共用 共用 两对 然后 羊跟它相比 羊的吸引电子能力更强 所以 把它往这边系 但是呢 它只是带过去了一二 带过去两个 好像是一个正二 同时这个羊 还要再带走这边的两个 所以 这边就变成了一个正二 加正二 等于正四 而羊 这边是得到了两个四路 但是实际上 你严格来说 不是得到 如果真的是完全得到 那就变成离子形了 类似于 就有点像是得到了一点 所以 这样的话 它是一个正 负二 这边也是一个负二的情况 好 这是极性鉴 极性鉴不难理解 比较麻烦的是 是否是极性分子 我们的中文会教你三种 这个判断 是否是极性分子的办法 那么这回呢 在这里我讲两种 第一种 第一种 比如说我们还是拿水为例 还是拿水为例 谁是它的负电和中心 羊 对不对 羊是负电和中心 我打个负号的人 然后哪里是它的正电和中心 哪里是它的正电和中心 小心啊 不要傻乎乎的说 我还是沿着这个走 还是在这 不是啊 两个正电在这 所以它正电和中心 在他们两者的 对称的或者说中心线上 在这 这是正电和中心 然后正负电和中心 并不一样 并没有重叠 不重叠的情况下 那么它就存在一个 所谓的永久欧极 存在一个永久欧极 所谓的perman dipole 那它就是一个poller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办法 所谓的看这两者是否重合 我们再来试一个 对于这个来说呢 对于这个来说呢 那么它的正电和中心在哪儿 碳上 对吧 正电和中心在碳上 然后 负电和中心在哪儿 这个也是带负电 这个也是带负电 而且两位带的负电是一样的 于是 它们两者 又是个直线形呢 所以它们的负电和中心 也在这儿 你发现两者是重合的 两者一重合就没有了 没有了所谓perman dipole 它就是一个non-poller 好 我们再来讲讲另外一个办法 另外一个办法 我明以第三个为例 碳 然后我们说了 它是一个 三角的 不是三角 应该是个正四面体的结构 正四面体的结构 而且呢 要正确地画出它的形状来 在3D的情况下 最好是要画成这样 一个键是向你来的 指向屏幕外 我们用一个 歇形来表示 这个东西在英文里面叫Wedge 希望你去学学看 不知道的话查一下字远 然后另外一个键 是向着屏幕里面去的 我们就用虚线来表示 就是向着屏幕里面去 然后这两个实现的是放在这个屏幕 这个屏面上的 那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我们画什么 我们画它的所谓 这个 每一个极性键的 极性键的一个 叫做Dipo OG 比如说探青 探青 小心啊 探青的话呢 谁是带正点 谁是带负点的 这个是有点反过来的 青 青 只有在极度 奇怪的情况下 比如说 氢化那这样的情况下 它还是带负点 否则的话 你基本上都可以 青不会带负点 那这东西有点反过来 是为什么 因为通常在我们初中学习的东西里面 都是把正点的往前放 把负点往后放 但是这个 有句话是很奇怪 它喜欢把这个 探往前面去放去 所以其实这个是带有一定的负点 而青是带正点 那么我们画一下 它的一个 OG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OG下方 这边也是 这带一定能位的正点 这带一定负点 所以这里有个OG这样过来 然后这里也是 上去 当然这个地方是 其实是从屏幕外面 指向屏幕的里头 这地方是从屏幕里面 往屏幕外面去指 然后呢 发挥一点空间想象力 这是个非常对称的情况 所以这四个家伙 这四个箭头 完全相互抵消 你就是做什么 做适量和 所谓的Vector Sum 适量和 然后你发现Vector Sum等于0 在Vector Sum等于0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情况下 它就是一个非极性的 这就教了你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看它的正点和中心 负点和中心是否重合 第二个办法 看它的所谓 这个箭的欧极 是否可以完全相互底下 或者说它的 质量和是否为0 是否为0 比如我们再来试一 我们以这个PCL5为0 还记得吗 它长什么样子 3D的情况 对吧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锥 大概讲这个得性 然后我们可以分两个情况来讨论 第一个情况 我们先把这一个中间这个平面 先拎出来 这个平面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正三角形 就是个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的话 谁在中间 P在中间 然后CO在这 CO在这 CO在这 三个件 分别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其实非常对称 你一看就应该知道 这三个东西可以相互底下 是可以相互底下的 一个是从 这 指向它 都是从正 在正点指向它 一个是从这 指向它 一个是从这 指向它 三者相互完全底下 然后呢 还有两个 一个是这样下来 一个是这样下去 这两个也是可以相互底下 所以总体来说 全部底下光 因此它也是一个非极性的 你能够判断出 这是极性还是非极性的吗 交给你了 好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 它的物理性质 说在呢 有一些 物理性质的题目啊 它的最后的 练习题里面 有些物理性质题目 这考的有点偏 我觉得 那么我们来谈谈 它的一般解题的 思路或者的套路 比如说 第一个问题 它是不是 或者说 它能不能导电 或者说 如何去解释 导电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先要谈 它是什么结构 它是一个金属 你说它是个Metal也行 它是金属 第二个 第二个 金属的特质 金属特质是什么 它有什么 有Delocalized Electron 不过不要光说 Delocalized Electron 比如说 Delocalized Electron Electrons Are Free To Move Are free to move 第三 因此 Thus 或者So So It conducts 这句话也不要少 不要少 以前我第一次 教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把它叫做羊八股文 羊八股 就是 它要体现这个逻辑 必须要有这么几步 这种题目不会只有一分 不会只有一分 至少都得是三分 大家看这个 为什么它是一个气体 是吧 它有一个 第一的 所谓Balling Point 还是第一个问题 它是什么结构 它是一个Simple Molecule 简单分子结构 Simple Molecule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讲它的Bonding 讲它的Bonding 它是什么Bonding 小心 它不是我们那些强健 它是比较弱的 它是一个所谓Dispersion Force 另外就是 在现在为止 你不要只达一个 Inter Molecule Force 要把什么是 或者它有什么 Inter Molecule Force 要点出来 要点出来 毕竟这是一个AS 就不是IG水平 IG水平的话 你就说一个Inter Molecule Force Weak 就差不多了 然后Dispersion Force Are Weak Are Weak 它怎么样 Are Weak 第三个 So 有来吧 不多 我这 A Little Energy 不多的能量 Is Needed To Overcome 这里边应该是一个词 Overcome 客服它需要的能量很高 就行了 就行了 来看下一个 来看下一个 为什么它有相对比较高的融费点呢 对于它来说 第一个问题 它是什么 它是Simple Molecule 我就不写这个全了 Simple Molecule 第二个 第二个 它有什么 它有轻件Hydrogen Bonding 然后Hydrogen Bonding Is Relatively 也计啊 不能光说它有什么东西 它得说它怎么样 强不强 It's Relatively Strong 所以就需要更高的Higher Energy Higher Energy Is Required 怎么怎么样 三段论 再看下一个 为什么这东西这么的硬呢 是吧 它是自然界存在的最硬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硬 第一个 什么结构 什么结构 所谓的 Giant 你说Giant Molecule也可以 或者说Giant Covalent 第二个 键很强 Covalent Covalent Bounds Are Strong Strong 所以Strong的情况下 第三就是需要 A Lot 很多很多的Energy Is Required To 怎么怎么样 总而言之 就是这么一个套路 总而言之 就是这么一个套路 然后呢 有趣味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 后面的练习题里面 有一道题目 但是这种题目 我相信是不可能出现在 你的真实的 这个考试当中 因为它有争议 它有奇异 或者说 就是李和那的 哪一个的导电性更强 哪一个导电性更强 那么他给出的答案 是这么解释的 就是李显然比 那要小一些 小一点的话 那么在相同的 一个单位体积里面 单位体积里面 那么李原子 要更多一点 李原子更多一些 那么它的 这个 所谓单位体积里面的 离语电子的 这个密度要更高一点 那么它的导电 就会更大 会更大 但是呢 他谈到了说 这其实是个小例外 这是一般规律 这是一般规律 但这里是小例外 其实真实的导电性 是他大于他 顺面上并没有解释 是为什么 并没有解释为什么 但是只要你能按照 它的一般规律 去答的 也可以得分 也可以得分 我相信的话 这种题目 是不可能出现在 你的真实的 这个考试当中的 所以你也不用 太过去担心的 但是这个套路 是吧 对于面对这种问题 第一个谈结构 第二个谈结构当中的 特征性的东西 第三个是 需要更高的能量 还是更低的能量 或者怎么怎么样 这种题目 应该要会做 应该会做 还是相对而言 比较有模板 可以让你去套的 好了 那么这一章的 相关的一些 复习的东西 就跟你说到这么多了 那么下一次 第四章 我们再见 拜拜